或者是饶神经管的其实不会 所以你可以按压了 你可以试试啊 就是所有的人在公骨后方 你看下三分的一中三分的一和上三分的一 在中三分的一和上三分的一焦点 这个地方绝对饶损 按压比较疼痛非常明显 你可以按啊 就在公骨的正后骨 为什么饶神经从前方形成以后这样 歇性过来 所以假设来了一个病人 大家病人你看 身外没劲 反正现在没有劲 就是身外没劲 哪个神经出问题了 身外没劲 饶神经 饶神经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病片 其中一个病片可能就在这 就在饶神经钩 七十波 也就在公三头肌 内侧头和外侧头的七十波 所以你这个地方你搞清楚了 很多时候你一检查看 你都知道问题可能就在这里 那么往下它附着在 持骨 持骨经嘴这个位置 那么由于这块肌肉 跨过了两个关节 上边跨过了肩关节 下方跨过了肘关节 所以它对肩和肘都有作用 那对于肩的作用 可以什么 对肩关节什么作用吗 后身吗 后身 对于肘关节来讲 由于它在肘关节的后方 可以什么 伸肘 所以趋肩 身肩 后身肩关节 同时还有伸肘 它对于关节来讲 都是伸的关节 如果仅仅讲这 还没意思 来咱们看 公三头肌 长头 腐着的部位 就这个地方 明显丫头 所有人 无一例外 都比较老手 你可以让它做这个动作 做这个动作 然后摸到肩胛骨外侧颜 一直摸到最高点 肩胛骨外侧颜 自己摸肯定摸到 穿着衣服 外侧颜 最高点 这就是公三头肌 长头腐着部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损伤会出现什么 可疼吗 会出现什么临床病炎 可能这个人来了 就是这个地方 将冠节是疼 很多人诊断为肩胸炎 肩胸炎治了好多年 反正哪疼吃哪 然后你在这治 最后原因是什么 公三头肌 长头出问题 而导致 而导致夜神经的卡样 一会儿我们再说四边果 来 我看 它和公三头肌 公三头肌和公二头肌的关系 你看公三头肌是伸肘 公二头肌是什么 屈肘 屈肘 这是节抗肌 那么再有 他们和贝阔肌的关系 你看贝阔肌对于 肩胸关键来讲 是内旋还是外旋 内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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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内旋的时候 对它的长头肌是有影响 你看长头肌在沟里面 你内旋的话 对它有一定的影响 好 这个作与一般了解 重点 看这个地方 就是 相当于是一个姿势评估了 来 我首先讲一个什么东西 来看这 评估 公骨内旋 公骨内旋 做的动作是 首先让 患者拿一个铅笔 拿一个铅笔 如果可能的话 两侧都能 为啥 两侧对比 然后让它闭眼 做这个动作 就让它放松 做中了30秒了 做完以后 让它就这样放松着 看一下两侧的 这个比的角度 如果两侧不一样 一侧内旋的比较严重 可能就是由于 这一侧的 公骨内旋 那么公骨内旋 你得知道哪些肌肉是内旋 及哪些肌肉是外旋旋 如果公骨内旋的话 肯定是内旋旋旋 张力增加 外旋旋 肌力 减弱 好 我们来看 哪些有 哪些是外旋旋旋旋 我们来看几个肌肉 第一个 大眼睛 大眼睛附着在 肩胛骨下脚 肩胛骨外侧圆下骨 它往前往上走 最后指于 公骨前方的 小节节脊 小节节脊 你要看这块肌肉 有没有病病 一 直接摸到肌腹上 有没有痒痛 二看下它的 辅助点 所以你得知道 前方它辅助在哪 小节节 也就是摸到小节节以后 再往下 就是小节节 然后同时还有三角节 大眼睛对于公骨来讲 是内旋还是外旋 可以收缩 内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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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 因为它的肌腹太大 所以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 前 外 或者前 中 后 前部 或者在锁骨的外侧 中部是在肩胸这个地方 后方是在肩胛杠的外侧 这是三部 指点在公骨外侧 中部 这个地方有一个三角肌 促龙 那么三角肌 它的面积非常大 所以它不同部位的肌纤维 功能也不一样 前方的肌纤维收缩 可以使肩关节前驱 后方的可以后伸 那么外侧的中部收缩 可以使肩关节 这比较上 外展 外展 上 你整体算是上 这是外展 那么还有 前方的肌纤维收缩 也可以使肩关节内旋 内旋 后方的也可以使肩关节外旋 也就是它调动不同的肌纤维 调动肌纤维的量不同 也会导致的结果 功能 好 这是我们讲的重点 看这里 我其实评估后边还会讲 我想讲什么 四边孔 看这里 四边孔 这就是四边孔 公三头肌 长头 公三头肌 长头 还有 小圆肌 大圆肌 小圆肌 这个看着比较明确了 肩胛骨 外侧原中部 往外 复竹在 大阶级的下 大圆肌已经讲过了 公三头肌也讲过了 这个就是四边孔 四边孔 这个地方 从前方发出了一个夜神经 就从这个地方出来 那么夜神经发出以后 它在三角肌的身面 支配三脚肌 同时也支配三脚肌 区域的皮肤 那么因此 我刚才说了 这个人 真的 建筑炎 为啥 肩膚的弥漫性疼痛 或者是肌力下降 感觉异常 建筑炎 一直是在肩峰下 治疗 效果都不好 那么可能原因是什么 就是由于这个地方 四边孔 卡压到夜神经 而导致夜神经 卡 就是出现病变的一些症状 那这个是治疗 怎么治疗 可能治疗点就在 公三头肌 公三肌的肠头肌 公三头肌的肠头肌 因为它是四边孔的一个表 那么也有可能四边孔 综合征是由于小元肌 和大元肌出现了病变 还有一个 这是我讲的比较简单的 四边孔 大家想一下 你看四边孔前方 还有没有其他肌肉 还有比如肩脚下肌 那么还有背阔肌 那它都参与了四边孔的形成 所以四边孔 综合征的时候 也就是夜神经卡压 最后导致肩关节外掌无力 或者肩关节区域的 感觉异常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肌肉 分别有 你可以记一下 一个是公三头肌肠头 是吧 公三头肌肠头 大元肌 小元肌 肩甲下肌 还有背阔肌 还有背阔肌 这五个节目 公三头肌 长头 大小元肌 肩甲下肌 肩甲下肌 还有背阔肌 所以一个腰痛的病人 怎么和一个 肩关节部的三角肌 功能下肌 或者是夜神经卡压 有关系 那就是背阔肌 参与了四边孔 形成的一步 好 来看 看这个神经 是怎么发出来的 这是大元肌 小元肌 公三头肌的 长头 那 公孔 这就是四边孔 这里面走行的 不仅仅有神经 也有 玄公 后血管 那血管 血管 就有动脉和经脉 那因此 它正在出现病变以后 不仅仅有神经卡的 可能这个人是什么 肩关节发凉好多年 就是一阵风过来 好像一侧肩 凉离 那侧没事 是吧 原因是什么 那五块肌肉 可能有问题 而影响到 玄公后动脉 导致这个地方的血共破 所以一阵凉风来 肩关节区域 或者三角肌区域的 发凉 和这个夜神 那因此 一块一块肌肉 它的辅着点这个位置 或者说它的处诊 你进行检查 只要你的思路对 你找到那块肌肉 一般情况下 都非常明显的 丫头或者是头 那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这个思路 去想到它 那光在局部治疗 也想着那没有 症状没有出现 或者它没有主宿 就不考虑它 错 其实很多时候 越是没有症状的 这个肌肉或者神经 反而病症是在那 我们怎么都想不到 一个膝关节滑膜炎的患者 它和腰大肌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不这样分析的话 我也不感觉 这有啥关系 滑膜炎 按我们西医角度来讲 就不说这个力学分析 和康复方案的这个评估 那么滑膜炎 滑膜炎你就应该打急速 或者是打一些滑液 然后减少了摩擦 改善它的胸团 然后让它自己消 那和腰大肌的关系 如果你不这样分析 当然了也有一份病人 就是滑膜炎 我打完这个激素 最后它也好 最后也没有 为什么 因为它可能 它自己人体 也是一个代偿 它慢慢自己也会好 好 那么这个肌肉 公三头肌 和叶神经的关系 叶神经 叶神经在锁骨前方 锁骨的后方 前方的锁骨 锁骨的后方形成以后 往后走 你看 在肱骨的后方 斜行走行 那么走在肱骨下方的时候 在肱骨的外侧 你看 在这个地方 饶神经就在这 在外侧 有一部分病人 或者说我们 包括我在那 我感觉都发生过 就都忘了 比如 昨天晚上太累了 或者喝酒 睡得比较死 早上起来 怎么感觉 这个手没劲了 身外没劲 好 昨天晚上绝对是 一侧卧位 时间太长 而压迫到 外侧的 饶神经 饶神经受到压迫以后 缺血 然后它的功能 出现这样 这时候会出现 身外无力 你说如果压迫出现问题 怎么办 那你就是热乎 理疗这都不用管 它自己会 没有好的办法 因为压迫 导致这个神经 那这个神经 真正它走行的哪 走行的 公三头肌和 饶骨之间 那么形成的 饶神经管 好 我们来看 你看 它就是从这个地方进来 内侧头和外侧 为什么我说 内侧头和外侧 这个地方有明显的压迫 原因 就是它从这个地方 进入到 饶神经管 还有 注意啊 神经损伤 一般是在 骨相关 同时 肌肉损伤 一般有三个点 一般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 膝肢顶 但是就这么两个了 膝肢顶 肌肉容易碎 第二个 肌肉和肌腱 移形的部位 比如这是肌肉 这是肌腱 它是移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容易碎 这是第二点 肌肢顶 还有移形部位 第三个点 肌肉外边穿的 衣服 身经膜 身经膜 所以针刺也好 手法也好 治疗的都是这些 不管现在全世界 包括全中国 什么理论 怎么怎么 我告诉大家 现在理论创新 全世界都没有突破 在谁说的 你可以去讲 这个都没问题 但是你吹得太大了 这个都没意思 是吧 你可以忽悠忽悠 不懂的人 但是内涵人知道 这个理论 现在几乎都是这样 好 再有个肌肉 弦后肌 来看 弦后肌 它的辅着点在哪 来 首先看这个 首先是外上科 有它的辅着部位 还有持骨的上部 持骨的上部在哪 你看 首先摸到外上科 公骨外上科 就在这 再一个摸到持骨鹰嘴 持骨鹰嘴往下 这是往下 这是往下 往下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它的辅着部位 而且你按非常疼 外上科有它的辅着部位 首先摸到持骨鹰嘴 持骨鹰嘴往下 要靠靠这个方向 这是它的辅着部位 那么它的 可以认为这是它的起点 它的 它的指点 是在绕骨上 所以这个 如果你不触整 或者说你不好好思考 这个肌肉的辅着 和神经相位方向 永远都搞不清楚 原来我也是 这个肌肉挺有意思的 它是在局部 然后绕了这么大一窝 你弄不清楚 太难弄清楚了 好 你看 它怎么辅着啊 外上科 持骨的上 三分之一 外侧 指点在绕骨上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它一收缩 它辅着点在这 辅着点也在这 它一收缩 可以悬后 因此叫悬后 那么再具体一点 其实它就在这外侧 外侧 这是生肌还是趋肌 这个大人 生肌 生肌 生肌还是趋肌 生肌 在生肌这些各大肉 里面 就是悬后肌 就在这里 悬后肌 和这个神经的关系 非常明显 而且 百分之百 的人群 悬后肌 尤其是悬后肌上 有一个Frost建国 百分之百 这肯定的 好 我们来看 悬后神经 这样斜行 走行 走到肘这个地方 它分成了两支 一个是身肌 一个是前肢 深肢 就是穿过 小斗地 这个白色的叫 Frost建国 我们前面说过 神经容易开的地方 就是在 渐性肌原 什么叫渐性肌原 就是肌渐性质的 肌肉边缘 叫渐性肌原 所以你看 在这个地方 穿过前肌 好 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点 我们 我讲的这个 这个解剖 比如肌肉 其实这两功能 然后讲了很多 然后神经我也讲了很多 就是接下来我要重点 讲几个方面 第一个 我要讲一下这个 肌肉 肌肉 它的力学分析和评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神经来讲 我还要讲什么 我不能说 这个神经损伤了 怎么怎么 要讲这个神经 这个地方是感觉之 这个地方是运动之 在哪个地方损伤 是光感觉出现的障碍 在哪个地方损伤 光运动出现的障碍 在哪个地方损伤 是运动和感觉 都出现的障碍 所以就是这种精细解剖 我把它给讲清楚 不然的话 神经卡压卡压 那我都知道了 那个点 我就找那几个点 但是其实还没有这么简单 那么再有 其实现在我也查外文的危险 他说这个神经的损伤 比如这损伤了 那么神经远端 肯定有些症状 同时神经卡压以后 它对中枢往上游 也会有影响 但这个影响可能不大 那有一份病人 它就是由于周围的卡压 而导致近中枢 这个地方出现病点 之后我们再说 这个研究会听的意思 那么如果 悬后肌出现 卡压以后 没有感觉的一场 我想悬后肌 是伸肢穿过的 这个伸肢是肌肢 是运动肢 如果仅仅是悬后肌 听着 这个一点比较重要 如果是悬后肌 卡压的神经 就两个症状 一个是悬后肌 还有一个是悬后肌部位的疼痛 那如果这个人有 虎口肌的感觉一场 那么肯定不仅仅是悬后肌的问题 所以你看悬后肌 障上有两个症状 你要定位 一个是悬望 悬望 就这个 还有一个是悬后肌区域的丫头 悬后肌区域的丫头 第三点 没有虎口区的感觉一场 为什么 因为悬后肌 它损伤的是运动肢 它对感觉肢没有影响 那你说 为什么虎口肌又出现症状 那是另外一个病 一会再说其他的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 要注意 悬后肌综合症 或者悬后肌损伤以后 三个点 那就是悬外 悬后肌区域的疼痛 以及虎口区 没有感觉一场 这是个阴性 这样你才能诊断 悬后肌从来 那么如果悬后肌 有感觉一场了 那可能还有其他的症状 其他的病毒 好 那么再说一下悬后肌 和这几颗肌肉的关系 这个 大家一般了解的 你看这个地方 公饶肌 和公饶头肌 它的功能是什么 你看 它附着在 饶骨粗笼 这个位置 收缩的话 可以使肘关节 悬后 悬后 那么同时 公饶肌 也有悬后的功能 那么有研究表明 它在不同的姿势的时候 还有悬前的功能 所以 微弱的悬后 但是 公饶头肌 它的辅着点 这一定要注意 由于它的辅着点 稍微靠内 靠下一点 所以收缩 它有 微悬后的功能 它和悬后肌 是协同肌 网球者 有些人来 我经常运动 现在外上科 这个地方 有明显丫头 说 网球者 真没问题 可能这个人 就是 网球者 网球者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外上科 这个地方 出现了炎尖 无尽炎尖尖 我现在的思路 要更挫展一点 那就是 一个是 身肌 总健 辅折点证 外上科 出现炎尖尖 这是我们传统的 就这样说的 那么第二个 你要看一下 有没有悬后肌 我刚才讲的那块肌肉 很多人 出现了 公共外上科 其实还有明显 或者说 主要是悬后肌 出现炎尖尖 你说你身外 可能身外有点无力 或者早期 没有明显的 所以第二个 你要考虑 或者检查 悬后肌 看一下有没有 绕神经 卡下在这儿 那么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有些人 公骨外伸科研 你要检查下 有没有颈椎病 有没有颈椎病 有些人 这个地方 出现了明显的压痛 那他病变 主要不是在这 可能是胸脚肌 是斜脚肌 是颈椎病的问题 好 这个以后 再讲一个肌群 再讲一个肌群 休息一下 如果有个肌群 就是这种肌群 下调子 我们下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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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